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由于我怀疑来自中国的骇客发动袭击 澳洲广播公司ABC报道 正在新建中的澳洲情报机关新总部大楼 受到来自中国的骇客攻击 报道说被盗取的机密文件 包含这栋大楼内的保安 以及通讯系统的电线分布图 平面图还有电脑伺服器的位置等等 澳洲广播公司在他的调查性报道节目 四角方圆中说 这些被窃取的文件 包括了澳洲安全情报局大楼的建筑平面图 通信电缆布局 服务器位置 以及保安系统等机密资料 专家表示 拥有这座大楼的蓝图 意味着可以在敏感会议室的墙壁上 装入窃听装置 这样的话 整座大楼可能必须被拆掉 另外 由于建筑蓝图被盗 澳洲安全情报局新楼的施工受到延误 使得成本大大增加 这座耗资6.3亿澳元修建的大楼 推迟使用将要多支出4万1000万澳元 2011年 澳洲国防部 总理和内阁办公室等联邦政府部门的网络系统 都曾经遭到过网络攻击 有关攻击 据报也是来自中国 面对日益增加的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 澳洲和美国等西方国家 已经把应付网络攻击作为首要的安全问题 新唐人记者李贝综合报导 助阅